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对于这个东方 广大的东方国家来说 它是一个什么 中法式的经济 中法式的经济 那么这个中法式的经济 使它的这样一个 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态 私有制的经济 它是很难的发展起来的 很难的发展起来 所以你这个资本主义 在这个 全球发展 从欧洲这样一个 具有私有制传统的这样一个国家 然后转向了对一个中法式的 这样一个经济国家 发生碰撞的时候 它不仅仅是包括一个经济的冲突 还包括什么 民族传统 民族文化的这样一个冲突在里面 由于这样一个冲突 所以整个现代化的这个世界格局 就变得非常的复杂 那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 这样一个格局当中 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什么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 而在这一点上 罗沙卢森堡的特点 他就把整个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运动 开垮到他的资本积累的前提当中 开垮到资本积累的前提当中 就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扩张 所造成的种种矛盾 都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就是说现代化运动的世界发展 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一个展开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展开 就是说所谓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就是它既不能容忍 又不得不依赖于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 这样一个发展 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历史的这个运动过程 它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呢 就是一个呢 他讲了 他本身你看他讲的 第一个不允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成 就是他具有这个不允许其他的敌对形态和自己并成 那么他就说他有一个趋向 要把所有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全部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这是他的一个趋向 但是呢你看啊 他同时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 他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道体和资深场所 他又不得不依赖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 如果因为他是把非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国家 成为自己的这样一个生成的条件 是他的生成环境 因为他需要进行资本的积累 如果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你都全部都把它变成资本主义了 你的积累空间也就完了 就是你没办法积累了 但是没办法积累的时候 你也就不能发展了 所以这样呢就是说 整个世界历史运动啊 实际上是看到这样一个杰柱发展的 一方面呢资本主义了 要使自己的这个形态变成全球的普遍形态 要使自己普遍化 但是他一当普遍化的时候 他的历史终结也就到来了 历史终结到来了 就是说他已经没有资本积累的空间 他把他生成的环境全部都给消灭了 他没有生成的环境了 所以呢他必须啊最后呢要过渡到另外的这样一个 更高的这样一个经济形态 经济形态 那么这样一个呢 实际上他也是一个纯粹的这样一个 也是一个逻辑的这样一个演绎结构啊 演绎结构 那么这样一个结构呢就描述了这个资本主义啊 这个现代化运动啊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全球运动呢 他经历一个由西方到东方的这样一个扩展 由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过程开挂的时候 看作是一个模式一个结构的话 那么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演绎的模式啊 他包括什么呢 整个对人类历史运动的一个说明 所以在他的这个资本积累模式当中 当他讲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结构关系的时候 他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现成的 不变的这样一个结构关系 而是把它看作一个世界历史运动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这个动态的过程有它的起源 同时它也会有它的这样一个终结 这样一个终结 但他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是不是同时承认 帝国主义不是马上就完结的 就这个它和列宁的一个定义不同 它不是马上完结 它要经历一个过程 经历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呢 就是一个不断的从西方扩展到东方 和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啊 这样一个社会形态相互作用的这样一个过程 只有当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它的这样一个运作的机制完成以后 也就是它的自身的能量 耗尽以后它才能够终结 它才能够终结 所以呢就它强调资本主义也会灭亡来说 这个结论呢 对帝国主义这个结论来说呢 它和这个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呢就它对资本主义灭亡的这样一个路径来说啊 路径来说它又把它看作是一个过程 也不是就认为帝国主义呢 不是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崩溃的嫌疑 不是马上就能够完成的这样一个革命 它认为应该有一个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分析啊 分析就是一般的人就会提出来 就是说罗沙卢森堡的这个资本积累 明显的是和马克思的这个资本积累理论呢 它是不一致的 因为马克思讲资本积累 我们讲了它仅仅是讲的商品交换 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当中 在工人和资本家里面之间的关系当中啊 展开的一个商品交换关系 而罗沙卢森堡的是把这个非资本主义形态 以及也就是说非工人和资本家阶层 都引入了这个商品的这样一个积累 资本积累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考察 引入了对资本主义考察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它是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公司的一个巨大的修正 巨大的修正 在这一点上 在理论上呢 它们是不同的 那么这一点呢 就有很多人呢 对卢森堡受到这个资本积累论 受到批评 也就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个思想 这样一个观点呢 受到了这样一个批评 很多人都批评这个罗沙卢森堡 说这个罗沙卢森堡呢 修改了马克思的公司 不符合这个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 特别他在强调资本主义和非政府主义国家关系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外部市场决定内部市场 外部市场决定内部市场 在马克思那儿认为了它是什么 内部市场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资本积累当中 我们说了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资本积累的这个横断面上 它包括什么 除了这样一个经济的商品交换以外 还包括政治 是吧 还包括政治 那么就是说他除了这个生产领域以外 还包括市场 那么这样呢就有两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 作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一个呢就是说有他的这个资本积累呀 他有他的什么 他的一个技术层面 技术层面和他的内部市场 这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发生的 那么如果要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国家发生 他作为一个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是一个什么问题 是什么概念呢 资本积累和劳动价值它不同 它是什么概念 依靠生产力的发展 它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依靠资本积累 资本是什么 本质是一个价值追求 是吧 是一个价值追求 所以他这儿讲的不是一个技术的支撑点 而是一个价值的支撑点 所以也就是说 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样一个资本扩张 如果你以资本主义的 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为前提的话 那么就讲 主导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国家 主导整个历史运动方向的 它不是一个 它的动力不在于它的技术 而在于它的价值 就是资本家无止境地追求 这样一个胜于价值 追求这个价值 对资本的这样一个追求 导致了整个全球化的 这样一个世界历史运动 这个和马克思的思想是武力 这马克思强的是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动力 当然他也讲到资本的积累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国家 在这个里面 它建立资本联系 主要是一个价值 价值支撑 所以他是把这个看得很重要 那么既然这个市场是重要的 追求甚至于价值是重要的 那么连接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 使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条件 不是它的内部市场 而是它的外部市场 也就是说 你资本主义发展 有没有这个外部市场 有没有外部市场 它其中对马克思的这个公式 它有一个修正 他说 他就比方说 他说这个马克思的公式 它是不能成立 为什么呢 就是马克思讲这个资本积累 你们学过这个 政治经学和资本论的 就是马克思讲这个资本积累 它这个公式是在什么地方做的呢 就是说第一部内的生产和第二部内的生产 是吧 这两个生产之间要协调 那么第一部内的生产呢 是生产资料的生产 第二个部内的是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 就是说你生产和消费来平衡 那么卢森堡就说 如果你这个 那他说这个是要讲这个资本的生产 和消费的生产的这样平衡 马克思的这个公式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他讲这个资本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和这个生活资料生产 也就是说两大部内的生产 仅仅发生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 没有把这个第三阶层 没有把第三阶层就是比方说 这个商人还有这个 这个知识分子 就是说一些非生产非功能的 这样他这个社会里面 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资本家 而是大量的这个非生产能源的 这样一个存在 他是这个刚好是什么 你的消费的市场 这样一个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关系 它是商品交换的是一个内部市场 是一个内部市场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所谓第三市场 它是一个外部市场 就是说工人和资本家之外的 这样一个交换 它是一个消费的 它是一个外部市场 它是一个外部市场 他说你如果说仅仅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 就是从内部市场之间来讲 它的这样一个危机的话 生产的这样一个平衡和危机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资本家赚了钱以后 他到底给不给功能消费 如果他要是不给功能消费 那么他的这个生产 就是他的消费资料的生产的这一个部分 他不能完成 那也就是他无法扩大再生产了 那么他无法换 就是说他生产的商品就是这么 意味着他无法实现 他无法实现 他就资本积累都不能完成 资本积累完不成的话 他怎么扩大再生产呢 他就没办法扩大再生产 好那你就说这个 如果他不给功能要 但是资本家是为了榨取功能价值 他不可能都给了功能 所以他的一个如果他不给功能 他就没办法扩大再生产 如果他都给了功能 那就不叫资本积累了 资本积累一样都没办法完成 那功能呢就是拿到了他的所得收入 那么资本家的生育价值的扩大再生产 需要资本积累的部分就不可能了 所以实际上这个公司在做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缺陷 那就说实际上资本家呢 他在一方面他要剥夺这个功能的 这个剩余价值来扩大自己的价值 赚取他的这样一个 那么他把这一部分钱 要用于扩大再生产 实现自己商品消换的时候 他一定要通过什么实现 找一个第三者 找一个第三者 找一个不是在工 不是功能的消费 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 生产的产品都给功能了 功能就不出卖劳动力给你了 我就用这个生活资料 我就可以生产了 你的生产价值谁来了 所以他一定要把功能怎么 扩大到你能不断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是吧 就不论说你要跟他干活 如果他要是 把钱都拿足了 他不跟你干活了 你怎么去进行生产呢 所以他说这个马克思 这个公司就有问题 那么他一定什么 要把你功能维持到 你的基本的这样一个生活 你除了消费完了以后 你还必须要出卖你的劳动力 来维持他的这样一个生产 然后来扩大 从这个功能的工厂 这个工作当中 这样一个当中 来 来这个 加速他的这个 剩余价值的这样一个 吸取 那么扩大 也就是使他的资本积累可以可能 那么这是从他的生产领域 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点 那么他必然要找到一个 其他的消费途径 这个消费途径一定是什么 就要发展起这个广大的 非生产阶层 比方说这个商人阶层 还有这样一个非生产能源的 包括这个教师啊什么 这样一些阶层 他们都来 只有通过他们的这样一个消费 那么你这个资本的 你才能无限的扩大 你的这个生产的消费 你这个产品才有销路 产品才能变成什么 才能变成货币吧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商品堆在这个 资本家绝对不能说 我把商品生产出来 就放到这个仓库里面 把它盛起来 那不是他的目的 他一定要把它变成钱 是吧 一定要把它变成钱 所以那个变成这个货币 变成钱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把它消费出去 你一定通过消费 通过交换 所以你需要一个第三阶层 所以他就说 实际上不是说 在这个 不是说仅仅这个 资本集累 按马子说的 在功能和资本家之间 就能够完成的 绝对完不成 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 那么这个第三者 就国内来说 他需要一个广大的 这个非生产体系当中的 这样一个人员的存在 那么就全球来说 他就需要一个什么 外部市场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交换 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样一个交换 所以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呢 就成为了他的一个 这个生成的这样一个条件 和资深的这样一个场所 资深的场所 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没有积累的空间了 所以这样他就对这个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资本集累公式 包括他的两大部内 就做了一个很重大的修正 这个重大的修正呢 就是强调他的这样一个 除了价值以外 就强调外部市场 所以他认为 对于这个资本集累来说 如果从资本集累来说 他的外部市场 是比内部市场 是更重要的部分 更重要部分 直接是他的资本集累的 这样一个实现 那么这样一个公式提出来以后呢 可以说受到了很大的 这样一个 受到这个批评啊 包括我们上一次讲这个 在讲这个卢森堡 列宁对卢森堡的评价 我们也列宁其中在说 卢森堡在资本集累呢 也犯了错误啊 也犯了错误 为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修改了 这样一个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资本集累的 这样一个公式啊 这样一个公式 所以在这个 对于这个资本集累公式的 这样一个修正上呢 可以说卢森堡呢 和马克思的思想啊 它是不一致的 它是不一致的 但是 可不可以认为 马克思的这个 这个卢森堡的思想 和这个马克思的资本认 是完全分立的 是完全分立的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说 就是这个 也是讲我自己的观点啊 我认为呢 它在两个方面呢 实际上又是发展了 马克思的资本集累的思想 资本集累的思想 为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个 首先从这个 马克思的资本集累理论上看 马克思的资本集累理论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什么 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呢 就是无止尽的追求 商品的价值和它的价值实现 这是马克思的一个根本思想 是吧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 整个的动力 它的核心 就是追求这个商品价值的实现 商品价值实现 无止境的 无限制的扩大 这个商品的这样一个 价值实现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可以说罗沙卢森堡啊 把它贯彻到底了 贯彻到底了 你这个资本集累 他说如果马克思说 这样一个集累 只是在一个内部循环当中的话 那么卢森堡就认为 这样一个资本集累 在内部循环当中 它是完不成的 它是完不成的 它必须要扩展到 你这资本循环的 这个正常的 纯粹的经济环境 以外的环境当中 它才能够完成 才能够实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发展了 马克思关于资本集累的 动力和本质的 这样一个思想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在我们讲到 他讲资本主义的 无限扩张的 这样一个思想 来考察帝国主义现象上 刚好是马克思的 资本集累思想的 一个发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发展了马克思分析 资本集累的一个 历史主义的方法 历史主义方法 因为马克思分析 这个资本集累啊 包括他在这个 资本论的这个 第一卷 第二卷里面 所分析 他有一个 你们可以看到 对殖民地的分析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资本集累的 这样一个分析 虽然马克思在这个 在这个部分呢 下笔不是很多啊 下笔不是很多 但是他这提出了什么 强调资本集累的 一个历史条件问题 要不然他不会考察 这个资本的循环问题 资本的循环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 马克思啊 实际上是运用了 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那么罗斯阿尔森保 把它运用于考察 帝国主义现象 实际上是发展了 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历史主义的方法 那么真是由于这两个发展 所以我们说 这个罗莎卢森保的思想 他的这个资本集累理论 虽然和这个马克思的 这个思想呢 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差别 就是在理论上啊 还修改了马克思的公式 但是他在这个思想的本质上 对资本运动的考察上 他还是继承了 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 是把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资本主义理论的这样一个 里面可以说是 方法论的最精华的 这样一个思想啊 把他发展了 把他发展了 这是他关于资本集累的 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罗莎卢森保的这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啊 他的这个哲学里面 很大一个贡献呢 就是他的这个 政治哲学这个部分 政治哲学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罗莎卢森保的 政治哲学最突出的 最突出的有两个部分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社会改良 于社会革命的问题 一个是社会改良 于社会革命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 是有关社会主义的 民主和专政的问题 有关社会主义民主 和专政的问题 这个问题啊 我们这个问题的探讨啊 这个问题的探讨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19世纪向20世纪 转化过程当中啊 他的这样一个 对这个问题思考的 一个变化 问题思考的一个变化 你不要仅仅看到 是一个问题啊 就联系到 就是在我们说 到这个马克思那个时代啊 他是一个这个 无产阶级革命的 这样一个时代 那马克思呢 也对无产阶级革命 也说了 也讲了很多啊 特别是比方说 提出这个 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啊 提出了这样一些 但是这样一些思想啊 他都是没有这个 都没有经过 因为马克思那个时代 他逼近这样一个 社会主义运动啊 一种这个各民族 发展起来的 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啊 逼近没有发展出来 资本主义呢 也没有经过这样一个 这个上层建筑的 这样一个变化 就是说还远远没有建立起 自己的上层建筑 没有建立自己的 这样一个有效的 这样一个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 所以马克思不可能 预计到这样一个历史 来对他进行研究 所以在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思想研究当中呢 可以说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无产阶级 革命的实践问题 特别是社会主义的 这样一个思想 他的实践的问题啊 马克思没有经历过 没有经历过 所以在他的哲学里面啊 应该说这个部分 是一个空缺点 是一个空缺点 而这样一个思想 随着这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我们前面讲的啊 十九世纪这个末 整个这个 这个欧洲的这样一个 无产阶级 这样一个功能运动的发展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所带来的这样一个 这个时期人们思想的一个变化 以及马克思主义所要面对的 这样一个课题啊 也发生了一个很深刻的变化 那么这个深刻的变化 表现在什么呢 这个两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对这个政治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这一块啊 他要求有一个研究 要求有一个研究 这样他就出现了 同时呢 要求对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 进行思考 以前马克思可能就是说 从理论上 我从这个资不主义发展 这个必然趋势上 来进行认证啊 但是呢 我现在所要 当这个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啊 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这样一个建立 他提出了什么问题呢 社会主义要进行 它的实践的时候 它的理论是什么 它的理论是什么 很简单的道理 你要建立社会主义 你要有社会主义的经济 如果你没有 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那么你的社会主义 只是一句空话 只是一句空话 它只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现实 所以这是要研究的 那么和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形式相联系的 你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 和社会主义 就是你要有你的政治制度 你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样的 这也是要研究的 也是要研究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面临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实践的这样一个问题 不管这个列宁和罗沙卢森堡 他们的真论实际上就是关于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真论其实还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个列宁和罗沙卢森堡之间 也发生到这个发生在这个俄国这个社会的内部 社会的内部 就是在列宁和这个罗沙卢森之间 也发生过这样一个真论 发生过一个真论 那么这样一系列的这样一些真论 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时期 研究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的一个转向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就是开始对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进行思考 开始来建立在思考这样一个新的社会 新的时代 它的政治哲学应该是什么 政治哲学是什么 所以这个里面呢 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会有很多涉及到一些现实问题 特别是政治哲学建立的一些规范性的问题 要进行探讨 这个问题呢 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呀 可以说它不曾有过 不曾有过 具体的工作 你可以说它不曾有过